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y 那你现在去听一下 你家关水龙头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当当声 如果有的话呢 肯可能你家就有水锤的问题 那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来解决它 那今天视频中 我会讲讲什么是水锤 以及大家对水锤的一些误判 让你更好地确诊水锤 以及它的位置 另外呢 我会来说说它的成因 以及解决方法 包括我会来安装一个水锤的检证 来看看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好了 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为了要解决水锤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先来说说什么是水锤 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那我这边拿一根棍子 大家把它想成一根水管 当你把龙头关闭的时候 就等于水管的头上是被封住了 它没有水出来 里面的水是静止的 所以它里面有压力 但是没有流量 那当我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呢 里面水就会往外出 这就代表着里面就有流量了 那这个时候里面有好多水 就从管子里面一直往外走 但是你关闭水龙头的时候 就等于你突然把行径的水给斩断了 那整个水管的水有惯性 会往前冲 还是想往外走 但是这边走不过去了 再加上水是没法被压缩的 它的体积是没法被压缩的 那这边斩断的水会撞在这边 完全出不去 这样反弹回去的波 跟想往前走的水就撞在一起 那这两边波撞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水锤的声音 你会听到邦的一声 那这是对管子非常不好的 因为你的水管 没有设计给这么高的压力 而这两个波撞在一起的时候 产生的压力 可能是你正常的水压的数十倍 所以长期这样子 你的管子很容易抱的 如果抱在墙里 你就不方便修 如果抱在屋顶里 整个天花板就漏水 所以说尽量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让它继续发声 那当然如果你关水龙头的时候 听到非常响的邦的一声 不一定是水锤的声音 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下面我就来讲讲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水锤 那其实你关水龙头的时候 听到非常响的邦的一声 大多数情况下 它不一定是水锤 那邦的一声虽然也是由冲击造成的 但很可能是因为你管子没固定好 撞在墙上什么发出的声音 尤其是像我冷水这边 我很清楚感觉它是撞在墙上产生的声音 而不是我水锤的声音 原理也是一样 因为你关水的时候 整个波会有震动 让你整个管子撞到墙上 或者撞在天花板上会产生这样的声音 但你怎么判断是水锤 还是管子撞到墙的声音呢 其实这点上我研究过 没有什么太好的判断方法 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发现 水锤很难发生在龙头口上 总会发生在管子后面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水龙头 关闭水龙头的时候 刚关上那一瞬间 同时产生的邦的一声 如果你听到当的一声有个半秒一秒的延迟 而且不发生在你龙头周围 感觉发生在后面墙上或者屋顶上 别的地方有段距离的地方 那很可能是水锤的声音 当然这个判断标准不是100% 每次情况都适用的 但是你在凭声音发出的方向 以及声音的音色 你还是能判断出来 是有一根水管当当当撞墙的声音 还是水管里面的水撞在一起 砰的一声 音色是不一样的 你多听几次就能感觉出来了 这里我就要快速说一下 如果你是管子撞到墙发出了当当声 那你就先解决管子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把管子的问题先完全解决了 你才能100%的确定 我们的管子到底有没有水锤的问题 或者说100%确定水锤的问题 发生在哪个位置 那这里取决于你水管的位置 像我家的水管是在天花板里的 那我就要用梯子爬到阁楼里 去找到这些水管 当然如果你的水管是在地下的 那你要爬到地下室去 总之你先到你能够到水管的这些位置 然后你在开关水的时候 再去观察这些管子 有没有撞击的地方 撞到墙或者管子跟管子之间的撞击 很多地方都没有好好固定住 那就很容易出现水管和防梁的敲击声 那不光是这一小部分 整个阁楼放眼望去 能看到水管的地方 如果没固定好 我都需要给它固定好 那固定的方法也很简单 你可以去买这样子铁片 先看你水管的大小 再买这样铁片 然后把这样子铁片给扣在你的水管上 再固定到你的防梁上就可以了 你买好一点的也有里面是尼龙的 这样缓冲会更好 对你水管也更好 更不容易坏 甚至你可以在水管和防梁之间 垫一层泡沫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增大它的缓冲 那也可以减少这样子敲击声 那水管敲击声解决了以后 我们再开关水 还听到水锤的声音 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解决水锤的问题了 那我先来分析一下我家这里的情况 我这边热水打开了以后呢 是没有声音的 那在关闭的时候 看到没 隔了大概一秒时间 会听到那个方向 有敲击声传来 那像这个龙头发出的水锤声 是比较明显的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用这种 快开快关的龙头 对比我背上洗手间这种老式的转开的龙头 就不会有这么强的水锤声 因为它的开关呢是比较慢的 你要慢慢的给它转紧 它才能关上 所以像这种龙头呢 你开关水的时候 管子里的水是慢慢变小 慢慢变小 直到不流 它一般不会出现水锤声 在对你这种快开的龙头 你关上的时候 它就一下子把水管切断了 这样子呢 就非常容易出水锤声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管子的长度 如果这个龙头离试震管道非常近的话 一般也不太会出水锤声 因为试震管道过来的水 总个体积总个质量还不是很大 你这边关掉它也就关上了 而像我这个龙头呢 又正好在房子最后面 离试震管道是最远的 所以整个管道在流的水是非常长非常沉的 这边一下子关上 快速关上的时候 就会有非常多的水锤往前冲 那整个质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边关上了以后呢 两边水撞在一起的 这个声音也会非常响 最后还有个原因分析下来 就是我这个水龙头 是我房子最低的部分 所以这边水压本来就是最高的 再加上我这块街道 水压本来就非常非常高 所有原因加在一起的 我这个龙头就非常容易产生水锤声 那上述这些问题呢 就是因为工程师设计房子的时候 可能忽视了一项或者几项问题 所以我这边水锤就特别严重 你要说彻底解决呢 你也不可能把管道完全重新设计 或者说你也没有办法调低湿震管道的水压 所以我这边就买了一个 这个叫waterhammer arrestor 把它接在管子上呢 就可以解决水锤的问题 它的工作原理呢 是假设管子里有水往这边流过去 你在关水龙头的瞬间 原来反射回来的波 会和往前走的水撞在一起 产生水锤 那现在呢 这个压力就会被这个碱阵吸收掉 因为撞在一起的压力会从上面走 这里面呢是有气体的 那气体呢是会被压缩的 那压力一上来呢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往上压 等压力退去以后呢 又会弹回来 那这边呢就利用了气体和液体 不一样的一个性质 气体是可以被压缩的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 撞在一起 没有地方去了 对管子压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水锤撞击的问题 给回避掉了 那其实你可能会说 如果我们开水的时候 稍微慢一点 关水的时候也稍微慢一点 就没有这个水锤的声音了 对不对 这确实也是个解决方法 但是除了水龙头 你可以这么解决 家里其他的用水的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比如说洗碗机工作的时候 它会自己打开水跟关闭水 洗衣机也是一样 它开水关水都是需要自动的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再加上马桶 你不可能每次用完马桶 都把马桶给打开 然后手动来开关里面的水 所以说你会看到洗衣机上面 很多人都会装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这些电器 你是最没有办法手动控制 它里面阀门的开关的 那如果这些龙头有问题呢 其实你没有必要装这样子的东西 你完全可以把水龙头 换成老式的那种旋钮的 不要用这种快开快关的 这样问题也就可以完全解决了 你不需要动管子 那假设你要装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也是尽量装在水锤发生的地方 如果水锤就发生在龙头的下面 你就装在龙头下面 这样能最彻底解决问题 像我这边水锤不是发生在这边 我是发生在墙外面 那个位置 外墙那边 那后面正好是我的热水器 那边有个水龙头 所以说我知道压力会汇聚在那边 那我这个东西就不会装在这下面 我会装到外面去 这边上就是我的热水器 这管子进去就是里面 我刚才开水的那个龙头 那刚才我就听到水锤 就在这个区域发出来了 所以在这边装上解针是最合适的 而我这边正好有个户外的水龙头 那我就想办法装在这个位子 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解决问题 那这边首先我先把花园的水管给拔掉 然后确定水龙头关闭 那在开工之前呢 我还要把房子的总闸给关闭 总闸呢 一般就在房子从马路上过来的地方 那这边是我的车道 总闸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先关闭 这样子就可以确保 我家里已经完全没有水压了 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拆了 那回到这个龙头这边 我先把里面残余的水先放掉 现在由于我没有水压的 水会流的比较慢 现在放出来的水 就是我房子管道里剩余的水 而这个水龙头又是我房子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确保里面的水可以彻底放出来 那由于我房子是两层的 所以水管里水也比较多 我可能需要放个几分钟 我在这边先等一下 现在差不多漏完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拆了 那我现在想办法就把这个 从水管上面先拆下来 那由于这个都几十年了 可能非常紧啊 我先拿一个这种老虎钱试一下 那我这个还算可以 这样就拧开了 如果你实在拧不开的话 你用这种可以卡住的钳子 力量会大一点 可以钳得紧一点 那我现在这里没必要 我就用老虎钱慢慢给它松开来就行了 趁现在这机会用尼龙刷 把上面的泰弗龙胶带都清理干净 这样可以确保一口装回去不会漏水 那现在这里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买的这个口径不一样 我这个太大的 现在是装不上去的 我买的时候没看清楚 所以我现在还要快速去五金店买个转接头 这样才能装上 那现在转接头买回来了 铜都卖完了 只买到不锈钢的 希望它以后不要漏完 那现在我在旧的碗子上 重新缠上一下泰弗龙胶带 那缠的时候注意 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缠 这样不太容易漏 然后我把这个转接头给拧回去 那现在口径对了 我就可以准备开始装这个减震筒了 那这里顺便提一句 以解答大家心里的疑惑 在澳洲动所有水和电的东西 应该都是要请专业的水供或者电供的 但是我今天换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需要的 甚至盒子上都有写 这个就是给DIY使用的 所以我今天干这个是完全合规合法的 也不会影响保险 如果你一定不信 不想自己干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找外面专门的工人来干 你自己的房子 你自己做决定 那好了 那我继续就开始装了 那这边这个头是可以转的 因为我们装完了以后要保持整个搏塞朝上 一般来说 所有的水锤减震都是这个样子设计的 有些特殊的 当然可能会需要横着放或者怎么样 你具体看盒子上写的说明书或者上面写的字 没有什么写的话 正常情况下都要朝上 那所以说 它这边这个就可以让你自由旋转 好 另外还有一件事 为什么我这边不用上泰富龙胶带了 这些视频里我多次说过 这种细节很重要 刚才上泰富龙胶带 因为刚才的螺纹是锥型的 我们上过胶带以后 越拧越紧的同时 它会密封住 而现在这个螺纹 它不是锥型的 它是靠这个橡胶圈来密封的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上泰富龙胶带 你就应该直接给它拧上去 拧紧为止 我这里再说了一遍 就算你刚才忘记了 你既然应该也知道了 那现在我就把它装上 那我还是用老虎钳给它拧紧 因为上面它也有纸 那我这边方法 就是用一个手握住上面 这样可以保持 整个桶是对着垂直朝上的 接下来 我就用老虎钳给它拧紧 那拧紧了以后 里面的橡胶圈就会做平压扁 它就不会漏水 那接着我刚才去店里的时候 其实顺便新买了一个水龙头 因为之前老的也几十年了 非常旧了 我觉得也可以顺便换一个新的 没标识 没多少钱 所以我就给买了个新的 这边里面是没有橡胶圈的 而且这个螺纹是锥形的 你用手都可以摸出来 所以这边我要再次上太浮龙胶带 那一样注意方向顺时针 因为这样顺时针的话 待会螺纹拧紧的时候 不会在拧的过程中 把胶带给扯下来 这样的话是顺着上去的 你每圈螺纹拧上去的时候 是顺着刚才的方向的 所以说这样会比较好 确保大碗不会漏 确保密封 那接着我就把水龙头给拧上去 可以看到我这边水龙头是 稍微装成斜的 这是我故意这么装的 因为这边水龙头 我是接花园水管用的 所以说它不需要垂直的往下放水 我先把花园水管这个头给重新装回去 我现在先回来把总闸先打开 再继续回到我们龙头这边 检查一下刚才装的地方有没有漏水 现在手摸过去 应该是下面完全干的 这样就对了 那我现在开一下水龙头 先把里面的水给放掉 因为管子里现在还有很多空气 先像这样让它漏一下 漏到没有这样子的空气排出来 我再稍微等一下 那这样就可以了 水流已经正常了 水管里已经没有空气了 那我们关上 再次检查一下下面有没有漏水 如果是完全干的 就说明我们都装好了 那现在一旦我水切断了以后 它返回的粒就和水管里往前面流的 粒给冲撞在一起 整个粒就会被这个碱震给吸收掉 等这个粒过了 它又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样就可以减少水垂的问题 现在这边是没有敲击声了 那我再到里面 最开始那个龙头上再去试一下 刚才测的是热水 我来试一下热水 现在基本上听不见水垂声了 和装之前比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这东西装完了以后 我现在来讨论一下 你还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解决完这边水垂以后 很可能家里别的龙头打开来 又有水垂的声音了 这很有可能 因为每次关水龙头 管道里液体流的方向什么的 都会有改变 如果你不知道你家管道怎么排斗 或者你大学里没有学过热流体的话 你肯定没有办法完全预判 这个情况出现 但如果有的话 在有水垂的龙头下 像刚才一样 加一个那样子的减震就可以了 就比如转到我这边厨房的水龙头 我打开水 关上水 本来没有水垂声 如果你现在发现水垂声 又在厨房的龙头下边 在墙上出水龙头的地方 像刚才一样 也装一个这样子的减震 那你这边问题也就解决了 其实相对来说 我家这个水垂也就 后面两个龙头有这个问题 现在其他水龙头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这边就不是太担心 我水管爆掉了 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另外像这样子的减震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时间长了 它也会磨损 可能10年以后 这个东西减震性能就没有那么强了 你需要更换的 所以尽量不要把这种东西 装在墙里你看不见的地方 那样的话你以后就换不了 装在这种露出来的地方 或者装在柜子里面 反正你够得到的地方 这样都不会影响以后的更换 那现在我这边 花园的水管就可以重新接回去了 把龙头重新打开 这边我就可以继续开始用了 那这边顺便再提一句 为什么我知道 在这个位置装上这个减震 我家管子就不会震的 主要是因为我之前 一直这边接着水管 有时候龙头忘记关的话 水管里面可能有空气 或者说水管本身 这个花园的水管本身就是软的 所以它会吸一点点震动 后来我慢慢发现 只要这个龙头没关 然后里面用水龙头的时候 水垂声就会小很多 那后来我让我老婆 在里面开水龙头 我在外面听 那我就发现 只要这边有一个减震 水垂声就可以基本解决 所以今天我也没有做太多的测试 我直接就装在这个地方 而且现在也确实解决问题了 当然我知道每个人房子不一样 你发生水垂的位置 也可能不一样 总之像我视频前面介绍过的 你尽量把这个东西 装在你家水管 发生水垂的地方 尽量越靠近那个地方越好 越容易解决问题 如果你有多个地方 有水垂的问题 你就在多个龙头出水的地方 都装上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你在这边装上了以后 本来不水垂的地方 发生水垂了 你再在那个点 也装上这样子的东西 以这个逻辑来 家里所有水龙都是水垂 你肯定都能解决 安装的方式 刚才视频你也看得非常清楚了 只要你一个会装 不管你多少个 装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好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面 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下期再见